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围绕着温家宝被曝光家产有27亿美金 这件事情带来的反响很大 其实在昨天我们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讲过 那个是美国一家独立的调查机构 调查出在中国从2000年到2011年的时间里面 外逃资金就是被转到海外的资金 3.79万亿美金 相当于24万亿人民币 这是个什么数据 我们当时跟大家举例的呢 是指2008年在金融危机时呢 当时温家宝放出了4万亿救市来保证 中国经济呢 不至于遭受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的 就是以美国为主要的金融危机 就成了 而就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出现了像铁刀部部长刘志军这样的一次拿回扣可以拿7个亿的场面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我们说很多一开始呢 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说温家宝他们家这27亿美金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们呢 在评论当中呢 我们就讲说这样的爆料呢 关键是他的时间 他的出手 因为爆料人的时间与出手极其卑鄙 所以我就不愿意探讨 温家宝他们家里这27亿是真是假了 出手的人太恶 太阴险 就足以质疑 这是真是假 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讲没有太大意义 它真正的意义就在于 在过去的11年里面 已经有将近4万亿美金出去了 中国社会当中说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的 在一年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你你说说那4万亿储备在哪呢 哥们在谁名下你知道不 别在那上虚火 上了虚火你想补的话鼻子会流血 你没那体制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 现今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场面 在这个场面之下 大家中共政治局常委层面相互吓黑家伙 以这种鱼死网破的手方式来争夺自己的权利 这是个什么政体 这是个国家 大家想想 这是个人生活的地方 对吧 换个角度上说 可能北京安定医院确实是个安定的地方 因为北京安定医院的门外面的世界 比那安定医院里面的人更不正常 他正常他就活不了 他正常他就生存不下去 对吧 人们弄钱弄疯了 全都疯了 对不对 当官的去弄钱弄权力悬要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玩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场面 所以我说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他揭示出来的是整个政体的不合法性 这个国体的不合法性 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个中国人的大监狱 是人的监狱 是魔鬼的游乐场 所以魔鬼才能上去 所以你要有党性的话 必须扼杀人性 今天你只要是人 想保持人性的话 你就会被这体制扼杀 你就会被这个体制给搅落 他们已经搅杀到这个中南海 为人民服务这个大影背的里面了 为人民服务大影背 就是这个中南海新华门一进门的时候 你说他多斗嗝 旁边两个当兵拿着光刚刺刀说 然后大影背说 为人民服务 把老百姓全挡在外头 谁也不许进去 那朋友可能会说 石涛你也太斗嗝了 你这不瞎联系吗 谁一见 白宫你能进去吗 对不对 肯定朋友会这么讲 白宫不能进去 你白宫里面坐着的人是选出来的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对不对 是把美利坚合众国生活的每一个普通的人 他只要18岁以上 他有这个权利拿着一票 说我是要奥巴马的 我还是要罗姆尼 那为人民服务这个墙里头 人说全中国人民选我的 他不说没事 一说大家全乐了 你说把那岁数大点人糟蹋了 为什么岁数大点人一乐把牙给乐下来 乐掉大牙吗 你说把牙乐下来了 当务人吃饭 当务人后面吃红烧肉 你这叫什么事 这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他不是 在今天特别是温家宝这事出来 那西方各大媒体实际矛头都转了 都在探讨这个政体会不会崩溃 这个国家会不会完蛋 现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引述了两篇 一个是德国人的报道 一个是英国人的报道 都在探讨同类的问题 咱先看看德国人报道怎么说的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 中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 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上来就给否定了 他是围绕十八大讲的 他直接讲提到了这个温家宝 这个家族财产这件事情 然后讲说 这是更加揭露出中共本身体制的 这种卑劣性 文章写的很长了 有把那些内容重复了一遍 紧接着他就提到说 温家宝家族十八大 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朋友们能够理解 这件事情的出现 跟薄熙来背后的势力 是直接相关的 在我们的眼睛里 我直接讲说 这是周永康在曾庆红的把握之下 做出来的鱼死网破的这么一件事情 紧接着他就提到另外一点 许多人已经对共产党本身失去信任 说这番话的人 是北京大学比较著名的法学教授贺卫芳 他是对德新社的表示 他讲说 许多人早已失掉了对共产党本身的信任 这篇文章是德新社写的文章 所以是德新社采访贺卫芳时 贺卫芳这么说的 那紧接着德新社又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 张立凡是这么讲的 他直接明确说 应该中共自己借助这个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 我们想说这正是一个难题所在 也就是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做出声明之后 等于把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人都给推到了舞台上 我晾住 你晾不晾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就成了一种生死结 对所有的人都是生死结 而温家宝这么做呢 是被周永康曾庆红匕首 逼到这份上 所以但是他这个出手的表示呢 就我们截止到现在看到呢 中共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呢 对他表示支持 因为只能表示支持 而这种表示支持是因为跟原来江家邦要面对面的打斗 真正的战场 在这两天和十七届七中全会上 不在十八大 十八大早已经唠听了 但十八大之前会不会有变动呢 但十七届七中全会是11月7号结束 十一月八号就开十八大 他是连在一块 中间就是打个磕水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而张立凡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 人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状态之下 当权者也很清楚 共产党已经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了 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建立的这个政体 毛泽东建立的这个政体 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现在一看全都趴下起来 对吧 中国人从此趴下起来 趴到今天 死了 大家伙还叫毛泽东思想 到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去掉毛泽东思想 你说那不是魔鬼吗 那是人吗 对吧 那不是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真实一面 这是德新社针对目前状况写的一篇文章 共产党不可能再继续如此的统治这个国家 而英国媒体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向习近平提出了一个说法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这么讲的 英国媒体说 习近平面对中国自身的挑战 说法不同 其实内容是一个意思 这实际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发表的社论 题目叫做中国面临自身领导的领导层的挑战 这就是直接的说法了 跟我们刚才大家注意到德新社的那篇的采访文章呢 是极其类似的一种说法 他直接讲说 现在奥巴马和罗姆尼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嘛 正在旗鼓相当 胜负难料 而习近平作为中共的领袖呢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早已经被认定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这就是说 他说的意思呢 英国人有点挺幽默 说作为美国呢 是老百姓选 谁上谁下到现在胜负难料 作为共产党独裁体制呢 不是选的 是定的 他们就给定下来 所以呢 今天习近平坐着看奥巴马和这个罗姆尼 在选举的过程上就乐 想一样笨吧 美国总统权力大 你多费劲呢 你看我上来了 就有点这意思 所以他是一种嘲讽的态度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说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可能有机会 比在华盛顿新的当选的美国总统呢 更有机会呢 成为了一个世界的领袖 他先给拖起来 他说但是这个世界领袖 作为习近平来讲呢 面临的却是相当大的挑战 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面 中国的经济奇迹呢 是以每年将近10%的增长率呢 延续了30年 可是现在呢 明确的可以看到 他已经不行了 中国经济增 在过去十年里 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 而今年的经济放缓部分呢 是特别指定政策的这种结果 也就可能代表着变化当中的一部分 他比例有点绕口 我这里想说呢 提到一个概念 中国经济增长增长了一倍 这是总体数据说的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那句话 老百姓你这个钱 在你兜里有多少啊 对不对 过去的11年里面 将近4万亿美金被移到海外 那又有多少万亿美金 在中国境内 被那两三百个家族掌控呢 所以这个数为什么更接近呢 是因为中共境内的自己的统计数据 从2002年到2011年 老百姓总体收入 占GDP的总额 从44%下降到35% 他们把咱的钱抢了 就一句话就这么说吧 他们把咱们的钱抢了 弄个比喻吧 说原来吃的是这个黑面 馒头 到现在咱吃的是富强粉的馒头 大家伙觉得不错 生活提高了 馒头变白了 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富强粉里面 你不知道它掺了多少化石粉 老白老滑溜了 但它是化石粉 我相信朋友能明白我的比喻 你看起来是个白面 实际你不如不吃 实际你不如还吃那黑面 因为当时吃黑面的时候那是个面 今天吃富强粉的馒头的时候吃的是化石粉 邪门目 就这么个体制 文章紧接讲说 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在任十年 享受着经济增长的这种状况可能已经结束 人们担心的是中国社会将陷入一种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等收入的陷阱的意思就是经济增长停滞 大家伙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 整体经济增长停滞 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矛盾和冲突 因为今天中国社会实际真正的穷人更多 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增长当停滞的时候会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就会更大 这就是现金的场面 而在这种对比之下 作为老百姓越看到自己的领导人贪污腐败 局面就会越来越困难 前政治新兴薄熙来案件就已经让罕见数量的脏东西被公开洗刷了 薄熙来的事情揭示出来的内容 暴露出来是中共最上层家族们生活的真实一面 人那叫生活对吧 博大公子怎么挣钱啊 怎么玩权利啊 怎么把大家伙当成羊肉片算了 那是真实的 唱红打黑被否定了 对不对 这是没错的 但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有今天的看法呢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那个时候你被博大公子当肉片在涮的 点吧一个又点吧一个又点吧一个 然后今天给他干下去 说了薄熙来当初是骗人的 你们都被薄熙来当肉片算了 但是当他站在共产党的利益之下 共产党的大的框架之下说这话的时候 等于再一次把老百姓又当成肉片算了 但这一次不成了 涮火锅的时候那火崩了 见了自己一身这个这个连游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这就是我说的 共产党体制在走向崩溃 他紧接着说面对国内的社会矛盾 一个成功的中国 今天所谓成功的中国 很可能走向轻而易举的走向 仇外的这种场面 将很难管制 也不是一个好的地球公民 这是指中共本身统治的社会了 他说包括最近与这个日本在钓鱼岛本身的冲突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冲突的角色 面对社会的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的问题 他就像我们在今天的北京人 在天安门广场挤22路公共汽车的概念一样 稍有不顺心就干就打就骂 打骂冲突是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式 这对一个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来讲就是迫害 而作为阶级斗争 杀戮以这样的方式是中共生存的方式 所以党的棋子是中国人的血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棋子是中国人的血染的 包括他们自己的血 这就是我说这个政体必须崩溃 共产党必须完蛋 完蛋之后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你在他框架之后 人人在其中 人人被其害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